大家好,我是金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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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要做火鍋 散步 火鍋 散步 香菇 香菇 你要介紹香菇火鍋 為什麼叫香菇火鍋 去wiki 看一下 怎麼這麼來 首先把雞肉 切好入鍋的大小 我今天有雞腿肉 但是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用雞胸肉 但是我覺得雞腿肉 不要搭配豬頭 比較適合 然後我今天用兩片雞腿肉 但是一片是我等一下做整雞肉丸 我今天用的雞肉是 一開始就出來的黃色的雞 的肉 但是雞肉丸 其實做香菇鍋的材料 用什麼都可以 因為香菇做的火鍋 都是叫香菇鍋 日文叫做 香菇 香菇做的料理都是香菇 所以 冰淇淋 幾塊 十條 乳肉飯 都是叫香菇 雖然我最近越來越棒 但是我還沒打算當香菇 所以這次不是簡簡單的香菇鍋 就是一個普通的棒棒鍋 好 雞肉結好後要打碎 如果你家裡有絞肉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用絞肉 因為我家沒有 所以我自己打 雞肉的絞肉跟 金花 蔥花 還有一顆雞蛋 還有太白 嗯 這些材料都放進去 然後一起炒一炒 就做好 雞肉碗 雞肉碗的做法真的很簡單 雞蛋 雞腹 雞腹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看看 然後我上次去大阪的時候 買到一個高蛋包 所以我這次用看看 我覺得是香菇鍋的話 用柴油高蛋 或是菇木鍋蛋 還有做法的高蛋都很適合 如果你家裡有雞蛋的話 你也可以用雞湯 然後就出來高蛋的香味 真的很香 然後也應該很好喝 我煮過後 大概煮了三分鐘 就高蛋包拿起來 因為我剛剛也有放雞肉 所以裡面有擠的味道 還有很多高蛋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加醬油鹽味淋 還有米秀調味 這樣就做好很綠式的鍋底 鍋底做好後 剩下都很簡單 你喜歡的材料都放進裡面就做好 我這次 突然沒有這個 我這次放白菜、多芽菜、紅蘿蔔豆腐、韭菜 還有豆皮 然後你也不要忘記放剛剛做好的雞肉丸 這個雞肉丸送上的 送上的 今天我感覺沒有色度 一直講不出來 好那火鍋裡的材料都煮好了的話 就可以吃 高蛋的香味真的很香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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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露營還沒吃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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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喝湯 嗯 喔湯超好喝 嗯 超級好喝 嗯 那個高香很厲害 嗯 但我怎麼樣 好吃 好吃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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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丸一張個材料 很好吃耶 雞肉丸多放幾個 還有很多啊 好吃 吃完了火鍋裡面有很多的材料的味道 這個丟掉的話真的很浪費 所以我要做粥 換個你吃完的白飯 還有兩顆雞蛋 就加入就可以了 高湯裡面有很多的味道 所以這樣就很夠 如果你覺得不鹹的話 加鹽巴也不錯 如果你的旁邊有香菇的話 你也可以借一下鹽巴 三個蔥花以外 芝麻也很適合 所以我兩個都有放 然後如果你想放的話 加起司 還有香油也真的很好吃 還有加一隻鮭魚也真的很適合 好 那如果你想吃很日式的火鍋的話 你也可以做做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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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